现如今随着中国家庭人口的增多 很多人都纷纷的选择大空间车型 而这个时候MPV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在MPV领域中最受大家喜爱的应该就是别克G-L8了 而且一直以来销量都是非常好的 很多国产MPV车型几乎都是败在它的手里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款外观比它还霸卸的车型 空间也非常大 却因定位而被淘汰 它就是江淮瑞丰旗下的瑞丰M6 诚意满满却不被人接受 可惜了这款出局的国产MPV 其实从外观来看 这款车的外观还真不错 甚至可以用非常霸气来形容它 贤连采用了夸张的大嘴饰进气格栅设计 并且加入了网格设计 让它看起来非常像包含满天心的感觉 中网周围镀格饰条的包裹也非常好看 车灯CMO采用具有攻击性的细长设计 但是看起来也非常具有威严感 这款车的车长超过5米 而且有着近3米的轴距 空间非常大 在内饰方面 这款车采用了四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运动感更强了 中控搭载了一台内牵式的中控屏 两边的空调出风口 看起来就像是两个翅膀一样 非常好看 总的来说 内饰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来看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了一台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6速双离和变速箱 动力强劲 最大可达190马力 非常不错 然而这款车却因为定位太高 导致销量极差 8月不但没有卖出一辆 反而还倒贴了三台 虽然现在已经降价6万 但是还是没人要 大家觉得这款车到底为什么这么差呢